环州开始收地用来整公屋 地政署人员贴告示 要求村民在两个星期之内搬出 由村民说未获合理安排之前 未获合理安置之前会留守到最后一刻 毛满营报道 朝早10点多地政总署人员来到凤池村贴上告示 指政府将于7月29日到长青策 要求村民在限期前搬走 有村民说最近发现入村通道有一个铁网 他不能够进出 曾经向政府部门投诉 但没有人理会 我连入去都入不了 前面封了网 叫他拆开给我搬 我肯自动搬 他们都不肯开条路给我 今次收地 政府除了向受影响村民发放现金津贴之外 合资格的村民也都可以选择安置在公屋 地政总署人员到长之后 村民前来抗议 表示不会接受现在的安置和赔偿方案 会不会可以以地换地的方式呢 是让我们继续乡交的生活呢 政府是完全是不理会我们 我只是想重返田 为何香港政府建公屋要牺牲我这块地 今次收地涉及三条非原居民村 除了凤池村 还有永宁村和洋屋新村 收地之后会兴建四千个公屋单位 预计2025至26年员工 有线电视记者毛孟仁报道 一手採握 有线新闻